现有确诊病例57,934例,其中重症病例10,644例,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0,844例,累计死亡病例17,770例,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0,548例,现有疑似病例7,264例,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54,6016人,考察组与参会人员就疫情形势、社区和农村防控、野生动物管理、药物和疫苗研发进展等进行了充分交流, 对中国采取的综合防控措施和取得的成效给予赞赏,并对中国医务人员的忘我精神, 表示敬佩 截止到最新的数据,治愈出院的患者已经大于一万 而呢还欣喜地看到我们除湖北以外的我们全国的情况 就是新诊断的病例数已经实现13天的连续下降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信号,说明我们的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那么另外我们还欣喜地看到,应该说武汉的情况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特别是近期,那么我们通过早诊早治 通过对轻症病人这样一个收治以后的连续的观察 可以看到它的重症占比从初期的38%已经下降到目前的18% 该药是一个上市多年的老药,用于广泛人群治疗的安全性是可控的 基于前期临床机构所开展的临床研究结果 可以明确,磷酸氯魁治疗新冠肺炎具有疗效 那么基于当前临床救治的迫切需求 专家一致推荐,应当尽快将磷酸氯魁纳入到新一版的诊疗之难 扩大临床试用范围 截至目前,我们已经有一万多名的治愈出院的患者 那么也为我们更好的利用好康复者血浆来治疗重症和微重症 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那么我也和燕容一样 那么呼吁我们的治愈出院的患者 大家能够献出自己的血浆 让我们的重症和微重症患者给他们带来希望